當時金融海嘯這個鑽石跌了10%以後 就依靠了全球金融的動漫 我們發現最近鑽石是跌掉了7% 這個黃金去年2014年跌掉28% 珠寶首飾呢 我們想好的珠寶首飾也跌了12% 可是漲了3.5% 今天晚上11點進行鎖定 東森財經新聞台夢想街57號 今天晚上11點進行鎖定